这个男人到底是有多强 只见他手持长剑在地上轻轻一点 原本汹涌的海面立刻化为了平静 可也就是这轻描淡写的一下 彻底震惊了众神与所有的人 就连最强的剑圣公本五藏也为之动容 无敌的我仅力流门面 不错这一剑正是所有的剑客 毕生所追寻的最高境界 天下无双 面对这一幕 公本五藏直接斩碎了自己毕生所著五轮书 可想而知 这个男人带给了他多大的震撼 即便如此 这个男人在场上的处境仍然九死一生 因为他的对手竟然是连众神都无比畏惧的海神 波赛东可又有谁能想得到 这一幕的出现竟是他自己的抉择 原来就在刚刚 人类已经连输了两阵 而这种困境无疑是巨大的灾难 但可悲的是 女武神竟发现自己毫无办法 而面对着至关重要的第三次战斗 又该选择谁来出战呢 就在这时 一个老者竟突然出现 此人正是左左目小次郎 看着眼前龙中老胎的男人 女武神都开始质疑起他的身份 但左左目却一语道破玄机 原来当年与公本五藏决战赴死之后 他从未放弃对极致剑术的研究 这几百年间他在脑海里无休止的与高手决战 而其剑术造诣也早已超出了普通人类的范畴 而在此刻他愿意肩负起人类的命运 他默然回首人生数十载 恍然间竟输了一辈子 可就在今天就在这竞技场上 他至少要赢这一次 而人与神之间的第三次大战就在此刻